你以前学的xy不一样 x是正的没错吧 可是y的部分以前是往上是正的 不过特别重要 这地方是往下是正的 方向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坐标跟以前的 你们所学的xy有点不太一样 尤其是y左的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把它移到哪一点 移到这里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它这个值怎么样呢 把它减掉多少呢 减掉700 这边top的部分减到300 它就可以搬到哪里 搬到这个位置 OK那我们来试一下 各位看 因为现在呢 是在那个除错模式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呢 变更里面的值700 减掉300 所以下一次产生的 我按F8有没有 下一次产生那个图表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一次产生那个图表 有没有发现 700 有没有 它就 减掉700之后呢 它就移到这边 再减掉300 有没有发现 它的坐标就怎么样呢 就会刚好在哪里呢 刚好在这个点上面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将来 你要写一个成本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排而已嘛 一排的话 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边呢 要加上呢 I 先减掉700 就让它怎么样 先回到 回到哪里呢 回到最 这边的地方 然后呢 I 乘上 250 就是250 到这里一个 然后下一次的话 再到250一个 再到这边 250 就是让它 距离 可以有个 间距存在 好 那300的部分呢 就永远刚好 就是减掉300 就刚好在贴到 顶的位置 所以呢 如果说 等一下我们要写一个 成是100个图表通通出现的话 那你下面这个数字怎么样呢 减掉300的部分呢 也要再加上多少 I的值 然后乘上 你要去 去乘的那个数字 否则的话呢 它会变成怎么样 会叠在一起 会叠在一起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应该 比较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在这个坐标 因为很多同学 这个坐标 观念都没有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数字的话 你也可以增减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这个范例 好